我大家认为陈时中部长自己是不是带头违法 认为是的话帮我加一 来看到呢 卫福部长陈时中没有戴口罩喝酒 欢唱的影片外流 现在各界的讨论声不断 要来质疑一下 包含了呢 他回应说当时这个时间是6月 在防疫松绑了 但是现在随着这样的影片 甚至还预告说可能会有更多 这个越来越广 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政治阴谋 还是民进党自家人 是这个自家人放出来的呢 国民党也提出了三大罪状 包含了首先看到 室内抽烟 以及疑似有女士作陪 还有是不是有政商利害关系呢 因为这当中有不少都是 政治界的还有这个商界的大佬 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三个罪状跨越了红线 这是国民党文长会主委林涛提出了质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明显陈时中是不是不适任 应该要辞职下台 同时还要向大家来道歉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回 昨天其实呢 陈时中在记者会后 也来说明 那至于说没有戴口罩 好唱歌喝酒 有女士作陪 他是侃侃和谈澄清 说这个活动并不是在三级的请戒期间 而且时间日期是措置了 还说涉及了假新闻 在船的话要让法治组来处理 但是大家也要来看一看 过去这个时间点 虽然不是三级警戒 但是其实有保持安全距离吗 1.5公尺在哪里 这样的距离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 他们说的有安全距离 还有吃饭的时候 隔板呢 还有这个当时呢 其实还是在防疫期间 口罩呢 在哪里 以及旁边 确实是有一些女子出现 那至于说每桌八根这样的规定 有违法吗 自己有遵守规定吗 大家问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参会呢 是在哪一区 陈日中部长表示只认识 邀请他的朋友 那并不是个私人招待所 不在万华 同时保持安全距离 但是所谓的安全距离1.5公尺 大家看到照片上面 你觉得是有的吗 记者未问 但是识问需答留下迷雾不断 那陈日中现在呢 他就一直不断的强调说 都是符合规范的 但是大家也想想 你是个指挥官的身份 回到去年的6月份 其实是一个违解封 所以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还有要有隔板 但是在这边 我们通通没有看到 所以自己是不是带头违法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当中刚看到有些大佬 还有涉及了贪污虚报 健保费的医师都在这边 所以蓝军下来炮轰了 外福部 你手上有这么大的资源预算 但是跟涉及利益的关系 来聚餐是不是也违反了 廉政规范 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闪亮亮夜生活影片连环报 更被发现去年影片中的白衣男 就是生计公司业者 正为集团董事长郭台强 而另外这位 喊得超级嗨的 是争议不少的医师陈世忠 不但曾收费1268万 被依贪污罪重判12年 后来更自行开业时 福报健保费被起诉 蓝军跑红 手握几千亿防疫预算 掌握全台湾人防疫政策的 卫福部大官 遇上这些业者难道不用回避 他自己也有开的生计公司 是要差的问题 引起全国的反弹 赶快紧急处理 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饮酒 腰宴 甚至于看到现场 好像还有女陪侍 为什么这些企业家 为什么这些业者 这么喜欢找你吃饭呢 你手中握有非常庞大的资源 还有很多政策的决定权 颜色正确 随便跟谁吃饭喝酒 都没有关系吗 到底有没有违反公务员 廉政伦理 邀约陈时中出席了刘姓教授 说绝对没有女陪侍 但透露这影片 就是在场某位女生拍的 不过就连民进党自己人 前立委谢欣宁都说 影片看起来像是 现场传播妹拍的 还说传播妹被渗透的 严重性不属情大 这个女生在撩头发 然后这边还有三个女生 她们的举止动作 跟我们一般在饭局里面 遇到的女性的这个 这个客人是不太一样 有心人是做的 就是在这个时机点 放出这个影片 是跟民进党党内的这种 斗争比较有关系 蓝绿都说 这影片保存了一年 在民进党提名六都首长前 分批曝光 恐怕是党内自己人做的 对于陈时中 恐怕违背公务员 廉政伦理规范 陈时中回 难道唱歌就要下台 国民党有可能他的缺点 就是太要年了 以前的官员 只要被人家说两句就走了 今天的政府就是不要年 下半时间唱歌喝酒不是问题 但又是衣材相关业者 又是女陪室 聚会对象明显大有问题 难道真的绿色执政 再大的争议都只是小问题 记者 众委李璇 SNG小组台北报导 卫福部长陈时中喝酒 嗨唱的影片持续延烧 而且现在不止一支影片 网络上流传 文化部长 李永德在受访的时候 面对记者提问也尴尬的笑 至于说质量官的应酬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呢 李永德还是说他没有意见 因为自己都很少 另外还有包含是陈时中部长 他的这个脱罩歌王事件 您自己看了之后 会不会觉得说 好像要更景点 顺行一点 你说脱口罩 唱歌 脱口罩唱歌 他不是在疫情期间吧 是不是 我所了解不是 不是在三级警戒 但是是在疫情期间 尤其他要上为指挥官 那在这个状况下 是不是应该做更确定一点 我是不太清楚 这个是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 如果相关有规定的话 那当然应该遵守 那么不管是不是指挥官 或者是任何人都应该遵守 不然他们那个政务官的应酬真的都这么多吗 我没有意见因为我我自己很少 好陈时中呢说这个地点不在万华 也不是私人招待所 那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这个地点在哪里 大家都在讨论 每天朱凯翔爆料说这个地点应该是位在台北市内湖区的一家餐厅包厢 好来对比一下这个餐厅的包厢 跟脸书宣传跟文字可以看到 不管是整个装潢啦 整个城市啦 餐具餐点都是相同的 朱凯翔忍不住说 真的是懂完老司机带路 网友呢迅速的来留言按赞 还说时中去年风头超旺的 相信类似的汤应该蛮多 另外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也来留言说 小编懂完 好现在这是朱凯翔贴出的这样一个照片 这是表示这是在内湖的一家餐厅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持续延烧 立委赖世保也说 在陈时中饭局当中到底长发女子是谁呢 可能是女陪侍吗 结果就被绿营攻击说是不尊重女性 在今天苏贞昌院长就说了 不知道立院一些长头发的女令委 听到这样的说法会作何感想 但是赖世保再次的回击 他来反批苏贞昌 说骗人不是第一次 因为他的发言都是根据媒体报道 而且大家记得吗 苏贞昌之前呢还曾经来骂郑立文 怎么会有脸说尊重女性呢 苏贞昌骗 说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骗人骗神明大家尽所皆知 他今天讲到说留长头发的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什么什么 我在这里请他去看看我的脸书 我昨天所有的发言都是根据媒体的报导发言的 我讲的是在犯局内的 犯局内的特定长头发 是这样子 他不是 这个请问民进党的立委 女立委有在犯局内吗 我是讲在犯局内的特定的 所以他不要唯一救灶 要救陈时中 就让我记起没关系 欢迎啦 那我觉得最该向女性道歉的是苏贞昌 他在国会殿堂骂郑立文 女性的立委买丁晓 各位这事情他们有道歉喔 他怎么敢现在还在讲有关于尊重女性的事情 赖斯堡从政到十年 当立有二十年 我对你心里尊重你们都可以去看 我讲话是根据媒体的报导所讲的 讲的都是指那一天参加去年的六十五号 参加陈时中唱歌的那个犯局的人 他把无限扩张这样子来围剿我 这个这是一项民进党的做法 我讲了